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鄺淳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說說有關 繼肥媽過後 即是說肥媽很喜歡說一些奇怪的偏方 近期她說到童子鳥 可以指奶線 接著到頂爺 據報頂爺又有新郵 繼肥媽過後又有根據 是怎樣的情況 網友的意見又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各大阿葉說 據報話說有個港女去到尖沙咀的髮型屋 做這個婦離子的票染的時候中了大福 怎樣中伏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淳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繼肥媽說偏方童子鳥 可以醫奶線過後 到頂爺 頂爺說人奶都可以療傷 報道經內問 提到肥媽早前在抖音拍片 分享美食和生活心得的同時 亦都分享有關舒緩嬰兒奶線的古法偏方 又說用童子鳥查那些幻柱 非常奏效 雖然肥媽力證曾經用於幾個孫的身上 但網友反應兩極 但亦有網友力撐肥媽的推介 給他們掌知識 肥媽和李家鼎 在今天12月29日 延伸張君澳電視城 出席無線攀任節目 肥媽你頂打大佬記者會 肥媽在事件接受01訪問時就表示 他就說 其實又不是用別人的尿 是用B自己的尿 塗在自己臉上 10分鐘過後用水洗 3天過後他就好了 連類孤順都不用塗 我以前照自己的小朋友都是這樣 不過明白我們以前和現在的年代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的東西都不同 變了現在說很多人都不會接受 他們會選擇去看醫生 而我們這些方法都是上一代傳下來的 我有六個小朋友 他們有病有痛 哪有那麼多錢帶他們看醫生 都是要靠上一代的智慧 難道我自己懂什麼 都是靠我媽媽 那麼好像以前我生雞眼 我們用一炷香拿下去 整塊雞眼就會脫出來 那麼身邊的頂爺表示認同 就說 我們人窮置身 要知道小朋友的尿是殺菌的 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懂這些東西的 以前的人都說 收拾一些藥來吃一下 靠自然抵抗 相反現在的人一有些不舒服就要找醫生 而我有件事的 是我自己親歷其境 是我小時候的時間 我用木塞棍 把木塞擠出來 不小心撞到頭 腫了 當時是小朋友 當然是哭了 有個女人就叫我過去 在我面前拉高的衣服 不停拿人奶 然後就捉到我的頭 不夠五分鐘就散魚 人奶是沒有味 不騷是很清 我可以證明這件事是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本人是受過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偏方真是越來越多 肥媽今天被問到 加因她較早前 就教一些人可以查尿 在那些線之上 是古法偏方 她解釋的 就說那些尿是個B字 這些也是以前上一代流下來的做法 另外現在現代人 每次都說要看醫生 其實這些古法偏方還有效 另一邊商 頂爺就在隔壁插嘴 就說人奶都可以療傷 因為她自己本人試過 就說當時撞到頭 就有個女人拿高件衣服 立即擠人奶出來 就幫他查個傷患道散魚 究竟這兩招是靈驚還是不靈驚 礦仔就不知道 不過網友意見都兩極 因為肥媽很久以前 最出名 莫過於教大家吃淡水如山 當時連官員都要出來解一下話 淡水如山當然有一定的不好 對身體 另邊商近期又有這個 教大家查尿在傷口 另邊商也有頂爺教大家人奶可以療傷 不知大家又怎看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過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香港仔電單車脫尾箱 鐵騎士失控自己炒車受傷 報道機內問題到 今天12月29日早上8點多 聖女37歲的男子 駕駛一輛綿羊仔電單車 沿石排灣道往薄芙林方向行駛 途中他的車尾箱突然甩脫 聖女的男子疑似受驚 失控翻車 整個人跌到地上 幸好尾駛的車輛及時收藏 沒有將他剪傷 聖女司機報稱手腳拆傷及頸痛 由救車送軟治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當時鐵騎士估計想救車 不過救不了 結果失平衡 幸好後車就沒事 即是沒有橙上來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另外這單頁說 根據HK01的報道 港女在尖沙咀發營屋 做負離子票染中伏 全頭都被票斷了 發營師事後是這樣做的 報道的內容提到 近日有位港女 在連登討論區發帖文指 就說尖沙咀的實狼 被人票爛了頭 她就說本來打算找一位 雙屬的發營師 票一個巴黎華染 但雙方初陀了幾個月 一直都抄不到時間 於是她就決定在社交平台 找這位一直追蹤的發營師 並預約在這間尖沙咀發營屋 就票染頭髮的 這位的女網友就表示 自己天生是軟頭髮 亦都在早前做過負離子直發 在做完負離子直發的情況之下 再票染頭髮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她都事先問那個發營師 就說已經一早問了一個新發營師 可不可以這樣做 她就說可以做的 而且她也曾經在另一位 雙屬的發營師手下 負離子直發過後 再票頭髮都沒問題 所以就放心繼續票染 怎知道 之後就說今天 去了新發營師那裏弄 港女表示事先已經諮詢了發營師的意見 她亦都表示這種做法沒問題 怎知在港女票完兩次頭髮過後 那個票法劑令到頭髮嚴重受損 照片可見 最外層的頭髮由頭後面的長度已經斷裂 再下一層的頭髮 更加是比上一層斷得更短更大範圍 正如港女所指 底部的頭髮已經頂不順斷了 斷得好像被人剪了一縮縮 還要是不止一縮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有位港女近日去了尖沙咀的石窿 結果更大幅 整個看頭髮 基本上染完過後都很傷 面那一層斷得飛起 底那一層也承受不住 斷了不少頭髮 結果相關的髮型屋都有退錢 退回給他 不過原來最搞笑 莫過於這個新的髮型師 在同他染髮 染到一半期間 走了去 原來自己去弄牙 搞到這個港女非常生氣 將他經歷寫上網 去講講公審這間髮型屋 另外也轉向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何文田巴士關愛座藏尼針 男乘客中伏 被刺傷了 報導的男人提到 今天12月29日早上10點31分 九巴八號路線由九龍站往尖沙咀碼頭 洗至中校街88號對開的時間 有個男人坐在巴士關外座的座位的時間 突然大叫一聲 發現椅背是藏有餌針的 市主隨即通知車長 救護員也接報到場 將他送院治理 警方在場調查並檢驟這個刺針 暫時未有人被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真是越來越離譜 今次在關愛座上見到你針 估計那個人是有預謀 擺明是想刺老人家 結果有位男乘客中伏 各位網友 既然乘巴士坐關愛座或坐下的時間 都看一看有沒有醫癒線 免得一會又中針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